娱乐乐翻天 一类一身后 娱乐乐翻天 2019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展 科幻元年开启 会有更多的导演去尝试拍科幻片 电影市场百花齐放 回忆电影受欢迎 回忆电影是很主流很主流的 娱乐乐翻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 玻璃海台乔麦最岁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神 大家好 我是顾小 今天是我们五一长假的第三天 感觉这个长假快过去了 但是这两天好像 也没有享受到快乐的生活 谷主播是做家务 做得比较辛苦了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如果要说 没有出去远行的话 可以去做的 就是看电影 没错 我觉得这一点 是特别适合 没有时间出去远行的人 谷主播我知道 你上次走进电影 你跟我说 应该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看的是哪部影片 不很长 是前段时间看了调音 是大火的一个片子 这部影片我知道 我一直想看 但是从我的习惯来说 我比较习惯在家里 慢慢的一个人享受 可以喝一杯咖啡 在这个网络视频上 来观看这个电影 等到下线 就不用买电影 对 我说出来吧 对对对 不过讲调音是这部片子 我觉得它还蛮神奇的 就是你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你会去思考 你知道我看完之后 我去网上 去看一些评论 很多人和我一样 在各种的小细节上 大家会找一些 破战的东西 对对对 觉得挺好玩的 没错 我觉得听你这样说完 我就发现 如果智商不够的人 千万不要看 这类型的学艺影片 他没说你 对不对 听你刚刚说的 我确实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印度电影 确实有很多很多 制作精良的佳作了 当然了 说到我们中国的电影市场 也完全没有落下 接下来时间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从2019年开年到现在 我们中国电影市场的 勃勃升级吧 转眼迎来了五一节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安排的呢 如果你还没有计划好 不妨可以走进电影院 看看最近刚刚上映的雪豹 下一任 前任 等口碑不足的国产佳片了 其实回看今年的中国电影市场 不仅电影种类更加多样化 在影片整体的质量上 相较于之前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截止4月底 中国内地电影票房 已经突破了200亿元大关 票房累积过亿的影片 更是达到了28部 可以说这样的好成绩 也为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 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好遍不断 2019开启科幻元年 说起2019年的中国电影市场 春节党一定是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要了解这个档期的最大赢家 无疑就是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了 这个改编自科幻作家 刘慈欣同名小说的电影 从大年初一上映后 口碑就一路攀升 最终总票房更是达到了 46.54亿 创造了中国科幻电影的票房记录 影片讲述了太阳逐线老化 即将毁灭 人们开始计划着逃离太阳系 于是将地球改造成一个 巨大的诺亚方舟 安装了发动机 准备脱离太阳系的故事 科幻一词也许对于我们来说 并不陌生 但优秀的原创科幻大片 在中国却寥寥无际 可以肯定的说 在《流浪地球》之前 中国的电影市场 始终没有一部出色的 重工业科幻电影 14年的时候电影局 派了我们几个导演 去美国学习 那个时候才能真实地看到 中国电影工业 跟美国电影工业的差距 也是因为那个巨大的差距 让我们回国之后 觉得就得干一些 跟电影工业有关的事情 带着这样的信念 郭帆导演 郭帆导演回国后 就决定要拍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电影 2015年 他从中营手上 接手了《流浪地球》项目 并拉上朋友做制片 为此垫付了上百万元 终于等来项目立项 电影开拍以后 郭帆平均只睡三四个小时 因为每天 总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工作 这个机宝铁盘 没有什么是可以拍到的 没有什么是可以 我们直接就能用的 所以说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大量的概念设计 做一部科幻电影 除了繁多的概念设计 道具制作也是十分关键 如何将更多的科幻元素 融入道具 也是剧组头疼的地方 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道具 几乎没有哪件 是直接被买到的 而在克服了 此前两个问题之后 《流浪地球》的美术组 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国内制作上的难度 在于说落地 怎么样把一个设计到制作 从制作完成之后 应用于拍摄 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的难 其实每一个场景 一般都是我们之前从未有见到的 发动机这部分 做了很多版很多版的设计 定下来的这版 其实也会符合一个 比较大的力量支撑结构 整部电影拍摄历史四年 可以说国梵导演和整个剧组 都已经拼尽了全力 即便如此 面对当时还处于朦胧状态的 中国科幻电影市场 它还是十分忐忑 至少在商业上不要赔钱 不要赔钱的话 那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 去相信这个类型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导演 去尝试拍科幻片 这样的话 中国的电影工业 也就会越来越完善 就会生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但好在他们的努力 观众们都能从电影中感受到 46.54亿的票房 也是为中国的科幻电影市场 注入了强心剂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众多已经制作的 中国科幻片正在路上 这其中包括讲述 外星人入侵地球的 明日战绩上海堡垒 讲述在外星荒漠 挣扎求生的拓星者等等 这些科幻电影 或许能在未来 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细 让科幻片 也能成为中国电影的一张王牌 好片不断 除了科幻电影表现强势之外 在2019年的高票房电影中 还出现了一些 可圈可点的剧情片 文艺片 比如由白雪指导 黄饶 孙杨 汤嘉文 霓虹杰等人出演的电影 《过春天》 故事讲述了16岁 单亲家庭女孩佩佩 她的城市既是香港 也是深圳 一边有身份 一边有生活 为了和闺蜜的约定 为了自己的存在感 为了懵懂的好感 她内心的冲动被点燃 水客成为了 她的另一个身份 一段颇有冒险感的青春故事 就此开始 你挣那么多钱 都干嘛了 终于一起 不用刷时间 还有如王小帅知道 王景春永梅主演的剧情片 《地久天长》 影片讲述了两个家庭 因为一次意外而生缝隙 甚至其中一家 由北方远走遥远的南方 相隔三十年后 再度聚首的故事 在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 《地久天长》入围了最佳影片 《金雄奖》的提名 而本片的王景春 《永梅》则凭借着出色的表演 分别拿下了最佳男女演员 《英雄奖》 影片上映后爆棚的口碑 也证明了文艺片 观众群体的逐渐增多 如今国产高票房电影的成员 也越来越多样 如果说大家都一窝蜂地拍那个 拍那个 老是我们老百姓的柴米油烟那点事 好像就因为没有票房 对 因为好像不喜欢看 你就忽略了 等于说一个导演或摄影机缺位 《乐阪天》综合报道 《娱乐乐翻天》 王众 欢迎回到玻璃海台 乔麦翠翠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君 大家好 我是顾翔 是的 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节 我们是看了中国的电影市场 在下半节我们要聊聊中国的影视剧 可以说中国的影视剧 从2019年开年至今 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在恰如播过了 那就是好剧不断 真的有一部好剧 不得再次提起就是都挺好 你自己说的时候都会提起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跟你每次做节目 谈到都挺好的时候 你都是对她称赞有加 我真的觉得这部剧 确实值得看的 而且对姚晨扮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 其实刚开始一出场的时候 她对家人那种态度 让我很不理解 后来随着剧情的演变 我就发现 这个姑娘确实很不容易 但是到最后变得非常非常暖心 你知道看到最后那一幕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大结局太完美了 好了 谷主播 打住打住 我要告诉你 其实除了这部剧 还有很多好看的电视剧 我们也给他们一点时间 让观众来了解一下吧 剧情跌宕起伏 实力演员加盟 幕后团队用心 后期制作精良 等等这些 都是如今观众们判断 良心影视作品 不可缺少的关键词语 不论是精美的浮化道设计 还是演员或是导演的态度 只要用心付出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相信观众们都能感受得到 今天的节目中 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今年的电视剧领域涌现出的精彩作品吧 由刘嘉诚指导 何冰 刘培等人主演的电视剧《芝麻胡同》 以1947年的北京为背景 降述了严正生意家 几十年围绕经营酱菜铺生意而展开的烟火生活 《芝麻胡同》播出后 许多观众都称赞其细节方面十分考究 无论是腌制酱菜的工艺 四合院文化都展现出了真实地道的精味 就连身为老北京人的刘培都表示 看到剧本就觉得十分亲切 接这个戏的时候 在看剧本之后 我就觉得不知道这种亲切感 它就扑面而来 然后就觉得好像特别的有这个默契 就跟那个角色 这个戏给我的感觉让我想起了 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和那个美琼的味道 然后还有那个特别安静的胡晃里面 我小的时候穿了一条灯机的那个裤子 就是那个裤子走路的时候 撒在那种沙发响的那种 特别小鱼 和芝麻胡同一样 收获众多观众喜爱的 还有老中医 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我国的中医药文化 作为该剧编剧的高满堂 曾多次前往中医之乡 长州彩峰 学习了三十多本中医相关的书籍 为的就是能够更准确地写好剧本 而该剧的主演程宝国冯远甄本人 也在开拍前拜访了不少中医 并学习了很长时间的把脉 药材鉴别等专业知识 达人提到用心制作的精品剧 就不得不提到前段时间 收获大批观众认可的都挺好了 这部由简川和指导姚晨 尼大宏 郭金飞等演员 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讲述了职场精灵苏明玉 从小不受家人待见 生长在家庭的边缘 在孤独扭曲的环境中 长大成人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关注的现实问题 人物塑造鲜明 一开篇就揭开了老父亲的赡养难题 直接触及到都市生活的一些真实问题 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共鸣 苏大强这辈子 胆小怕事 一事无成 当然除了作品的题材 让观众们十分感兴趣外 剧中演员出彩的演技 也为作品精彩程度助力 在这部影视剧作品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郭金飞对姚晨 大打出手的一场戏 躲 你在躲 苏明朝 有你的能耐是吧 打女人 你是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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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纵观这三部电视剧 他们的成功 都是因为有着共同的一个目标 就是为观众呈现精良的制作 让观众们能够充分感受到 电视剧的诚意和剧情 所传达的共鸣 2019年还未过半 就已经出现了 众多优秀的电视剧作品 也让大家对于下半年的电视剧市场 更加期待了 希望主唱人员们能够再接再厉 制作更多的优秀作品 乐凡天综合报道 经常追剧的朋友都会发现 最近这个翻拍剧是陈峰 有很多经典的电视剧 又出现了新的版本了 真的 你看之前新白娘的传奇 不是被翻拍吗 我当时很感兴趣 也很期待 因为这个男女主角 我都觉得选得非常好 然后来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越看越失望 越看越失望 其实它整个拍摄的也算精美 但是我就觉得剧情改编的 第一有点拖沓 第二就是完全不像之前的 新白娘的传奇 你感觉在看另外一部剧 就让人有点看不下去的感觉 失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想说 古主播有可能你是 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你知道吗 你说我老板家 人家制片方是想顺应 这个90后00后的看剧的剧情 所以说略微地改变了一下 我是00后啊 你真的可以 新爱00后啊 好吧不要开玩笑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些翻拍剧 究竟有什么创新之处吧 今年来随着我国电视剧市场的 不断发展 制作精良 种类繁多的影视作品 也是不断丰富着 大家的业余生活 在一众影视剧中 翻拍剧往往最容易成为 大家关注的焦点 而今年更是被很多观众 称为是翻拍大年 因为有不少经典的影视作品 会被再次搬上荧幕 由于朦龙居静毅主演的 新白娘子传奇 近来正在火热播出中 该剧因翻拍 1992年赵雅之 夜童等主演的同名电视剧 而备受关注 哪怕是舍去这千年到好 我也要与官人做仪式夫妻 来手故意 就算是千年等一回 我也会一直等下去 都说朱玉在前 能参演翻拍剧的演员们 也是扛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最开始也跟我讲过 要被影视门的影响结束 我当时是真的感觉 人家很多前辈 在前面都饰演过很多版本 他们其实哄逼的给大家的感觉就是 端庄 威柔 贤惠 这样一个角色 一个形象在那里 如果我怎么看我都不会像 但是后来就说这样 你先看看剧本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参与 这样一个角色的演出 然后看了剧本之后 我发现 好像他其实 他前面几集的时候是 可能有一些重新的故事 然后他是逐渐 逐渐走到一个 可能像我们之前之前 之前指的一些角色性格 所以就觉得说 那我需要做的努力 就是把这个过程 然后演到后面 然后去适应这样一个角色的转换 此番的新白娘子传奇的 精美的浮化道和演员们 在线的演技 也是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但不过于浓重的滤镜效果 以及制作粗糙的视觉特效 都成为了不少观众的槽点 虽然还有些许不足之处 但新白娘子传奇 创新的将风格转变为 更吸引年轻观众的小清新气质 全新的角色性格 搭配全新的故事情节 也是令不少老观众惊喜不已 再加上九二版 许仙的扮演者叶童 和小清的扮演者 陈美琪的亲力加盟 可以说这部翻拍剧 也是诚意满满了 而和新白娘子传奇 同期上映的 还有新版风声演绎 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的 古装神话剧 由罗静 王立坤 邓伦主演 讲述了江子牙 打几 江王后 深宫炮之间的斗争 以及二郎神杨简成章史 相比起新白娘子传奇 风声演绎的原创剧情 更加丰富 该剧不仅把视角 对准了杨简 卓中笔墨 渲染了他所经历的 世事变故 他和打几的爱恨情仇 并且在风声演绎中 还将狐妖游女变男 尤其是在邓伦的演艺下 显得别样的妖媚 当然有称赞 自然也少不了批评 很多观众就表示 王立坤所饰演的打几 太过清纯 完全没有了以往 妖艺妩媚的感觉 其实说起来 这部剧不仅是讲述 大家所熟悉的风神故事 还添加了不少 全新的人物成长历史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翻拍剧 最重要的是用心去制作 也只有这样 才能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欢迎来到 玻璃海台乔麦翠翠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只要答问题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我们昨天问题的 正确答案就是黄轩 恭喜一下朋友 获得是玻璃海台乔麦翠翠 提供的大礼包与份咯 赶紧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画面 是出自于哪部电影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乐凡天的官方微博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 玻璃海台乔麦翠翠 所提供的大礼包与份咯 是的 节目最后呢 告诉大家 如果想得到更多的 音视频资讯的话 可以登陆一下的网址 或者呢 可以手机下载 我们海部TV的客户端 就可以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下周同意时间 让我们继续